要知道美国作为全球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国家 同时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成功发射火星探测器的国家 曾经还从月球取回了381公斤左右的月上 而且还组建了全球首款卫星定位系统 因此可以说美国在太空探索领域拥有着极高的成就 然而随着中国太空探索工程初见展开 并且成功从月球取回月上 以及顺利展开火星探索 此举让美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为此美国宣布阿尔特米斯探月计划 月联合多国重启月球探索 并且也着手开始对火星展开进一步的探索 根据了解 近段时间美国发射了伊利浩火星探测车 并且在火星陨石坑内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完成着陆 还在火星上留下了专属印记 要知道伊利浩或许要在火星上度过两个地球年 而且该探测车的重量大约在1000千克左右 配备了导航摄像头 激光 光谱仪等设备 能够对火星的土壤和岩石进行检测 据悉 美国宇航域为了打造伊利浩火星探测车 共计投入了大约24亿美元 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行星漫游车 值得关注的是伊利浩还携带了一架无人机 该无人机的重量大约在一公斤左右 主要用于增加火星车的视野 虽然火星表面的重力大约是地球的三分之一 但是这款无人机依旧能够顺利起飞 毕竟该无人机螺旋桨的旋转速度达到了每分钟2400转左右 倘若此次能够顺利起飞 那么美国将会是全球首个在火星上进行无人机测试的国家 此举可谓是再度开创了全球太空探索的先河 同时也可以说是美国近年来的大动作 意味着该国再次展开了对太空的探索 此前美国在探月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 又暂停了对月球的探索 就连火星探索也没有任何的重大进展 甚至还与中国交换了火星相关数据 因此也可以说美国此次能够成功 让伊利浩登陆火星 实则与中国提供的数据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最终还是要依靠该国强大的实力 才能让这款火星探索车顺利降落 并且展开人类首次无人机的测试 对于中国而言 目前也在积极打造全新的长征运载火箭 除了要继续对火星进行探索之外 同时也要着手准备空间站建设计划 此外我国也从未放弃过对月球的不断探索 因此可以说中国未来在太空领域的成就不容小觑